高考第一天考生全力以赴 家长老师场外应援温暖守候 因为有意义非常好 就是棋开得胜 这样我们的考生能够超常发挥 长春艺考生腿部受伤 行动不便 交警专车护送顺利赶考 汪清义司机陆遇老虎 山大网航入无人悠闲散步 老人上山挖野菜迷路失联 民警用无人机在深山里喊话寻找 翻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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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看无人机 听见了 跟着无人机走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 我是刘延 各位晚上好 我是朱进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考生们也都迎来了 人生的一场重要的检阅 那像我们在考场之外 很好奇 这考生在考场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麒麟省教育考试院 也邀请了部分家长 走进高考指挥中心 近距离观看孩子的考试情况 近日线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9点15分 此时正在进行的是 2022年高考第一科语文的考试 通过我身后的指挥大屏呢 可以看到全省每一个考场的情况 那依据往年惯例呢 今年吉林省考试院 依然是邀请了部分考生家长 走进这里来观看 高考的一个公平公正 同时呢也能够近距离的看到 自己孩子高考的一个情况 开始呢就是 还是感觉有一点紧张吧 但是来到这个考试院 我就觉得能整个的 在屏幕看到 他整个考场的信息 看完了之后就觉得比较的安定 希望呢 他这三年的努力呢 在这次考试当中呢 得以检验 祝他取得好成绩 觉得孩子在考试 那么我在外面呢 替他助委 心里挺高兴的 希望孩子不管结果如何 不要过于紧张 用平常心去对待就好 今天全省共有12.5万余名考生 参加高考 全省共设59个考区 163个考点 4561个考场 选派3万余名考试工作人员 全力投入到工作中 在疫情防控 组织管理 试卷安全保密 噪音防治等方面提供保障 每个考点配备了心理咨询师 为考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还为63名有听力 视力肢体障碍的特殊考生 提供相关便利服务 今年高考严格组考防疫 强化应急处置 考生需提供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考试工作人员 需提供当天新冠抗原自测卡 和3日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高考结束后 我们将进入评券环节 预计在6月末 公布考生成绩 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 结束了语文数学科目的考试 想必考生也都考出了状态 考出了斗志 继续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没错 今天除了迎考的学子 家长老师们组成的送考天团 也分外抢眼 我们来看一下 考场内考生们清静十年寒窗所学 分笔集书时 考场外乔爽已盼的家长老师们 为了给考生助规 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身着旗袍的妈妈们 是每年高考考场外的亮丽风景线 今年也不例外 美丽的旗袍 依然暗藏着不少小心思 因为有意义非常好嘛 就是旗开得胜 就按我们的考生能够超常发挥 旗开得胜 家长都说选三套 红色 开门红 绿色 一路绿灯 灰色和黄色 就是走向辉煌 然后我选了一套 就是一路绿灯 然后又想着从身边 马上要离开了 然后感觉心里边有些不舍 但是也希望它能够成长 放眼望去 考场外一蓬蓬鲜花 盛开在人群之间 向考生赠送向日葵花束 则是近年的新风赏 就我儿出来 然后我说儿子一举多亏 祝哥哥一举多亏 我好像感觉比孩子还紧张 但是希望它是 我说正常发挥 不用紧张 考什么样咱们都要接受 适应这个潮流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觉得我的心情很平淡 考试确定不了一个人的一生 错误人 自己的爱好和专业 这才是立足社会之本 还有家长别出心裁 带着应援扇和看板上阵 希望能紧于考生精神上的鼓舞 来迎接他 让他感觉他在我 像在身边一样高考助力 我觉得说是他的一个喜好 然后会让他觉得更开心 也能够缓解他高考的一个压力 除了家长 也有老师们组团守候在考场之外 虽然对学生们寄予了厚望 但是清清之志 女见之远 为了梦想全力以赴 方不负少华 今天第一课状态非常好 不带准考证 不带身份证 没有一个 一点问题都没有出现 所以感觉特别欣慰 孩子们还是长大了 认真准备下一课吧 祝同学们金榜提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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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考的第一场考试 语文一直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占分比例比较高的作文 今年的作文主题是围绕北京双澳之城 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 写一篇文章 我们也连线到了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原正高级教师孙力全 一起来听一听 他对于今年作文题目的解读 6月7号上午 2022年全国高考语文科目考试 落下帷幕 吉林省为全国乙圈 作文围绕北京双澳之城组织信息 试题以表格和数据的形式 直观呈现我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 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 写一篇文章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孙力全 对该主题作文进行了解析 两次奥运会都显示了 中国体育发展的新高度 也见证了从懵懂儿童 向有为青年的跨越 那么考生在写作时 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给的这个材料和主题是宏大的 所以你就是容易写的空泛 容易写成口号式的作文 要学会画大为小 把这些跨越创新和具体的个人成长的事实 和这个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实紧密结合起来 这样写出作文才是有吸引力的 每年高考 我们第一报道栏目都会联合 长春市雷锋车队为广大考生免费送考 今年也不例外 今天一大早 我们的记者就跟随了其中的一辆雷锋车 一起互送考生入场 早上五点 袁辉队长出发 要前往长春市织农大街 与双峰西路的金色欧城小区 接考生去长春市第五中学考点考试 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 金城街是在修路现在 只能从一个方向驶入这个金城街 接这个考生 提前踏查线路 规划线路备选方案 是他每次接考生前的准备工作 在高考这个关键时刻 他说千万不能耽误孩子 你好张先生 你好你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 已经到你家门前了 我现在就下楼啊 好的好的 在等待期间 袁队长又拿出他那已泛黄的记事本 这个本子跟了他22年之久 每一夜都承载了一份岁月的坚守 之前我们想是用那个什么弟弟打车了 或者是入宫又早点去啊 等雪中送炭啊 孩子今天高考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七点 袁队长将考生顺利送到长春市第五中学 与此同时 长春市雷锋车队的其他爱心送考车辆 也陆续拉在考生抵达考场 在这个语计 为考生们送去一抹艳阳 每年的高考背后还会有些特殊的感人的故事 为了部分不太方便的孩子 长春市交警支队也在长春各考点组织警力 集中为考生服务 今天一早 长春市二道区交警大队民警早早来到了辖区考点的考生家附近等待考生 由于这位同学腿部受伤 行走不便 为了能够让考生及时顺利进入考场 执勤民警也选择了使用警车接送考生 由于今早车流相对密集 执勤民警也提前规划路线 经过近20分钟 考生顺利抵达了考场 二道区今年共有三处考点 像这种有特殊需求的考生将得有十多位 我们除了是对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互送的过程之外 在考点周围都部署了一定的警力 确保了考生在入考场或者到奔赴考场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行驶顺畅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的吉林汪轻仪东北虎在路边京县被网友拍下 并且传到了网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视频里拍摄到的东北虎十分清晰 体型健硕毛皮鲜亮非常好看 更难得的是老虎见到人和车辆没有直接跑开 而是闲停信步 尽显悠闲姿态 6月6号上午 视频拍摄者在汪京县六道村附近遇上东北虎 如此难得的一刻 他赶紧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慢点 慢点 往这边来靠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他这是做攻击状态呢 感觉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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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等他走 我才能走也行 这个大吗 这个是真大 这是山里边大 他那块吧 他有一个国道 就在咱们那个东北福报国家公园内 整个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他有这个熟练供应 就是近两年吧 这只虎总是在那个道那块附近 都能看见 看见好几回了 据我们初分析啊 越来越多他们每个虎都有自己各自的领域 他也是在找自己的领域 来回走的话 应该他那块也觉得有他自己的生存空间 前面有人 两路的 快快快快 他一直改到别人周 就是别给他撵到那个人 那个阿子去毁了就 在司机的提醒下 养路工人及时发现了老虎安全离开了 汪清林野局工作人员也提示大家 虽然老虎轻易不伤人 但一旦伤人后果就很严重 我们是在我们林野局侠旧那些 各个主要路口全都设置了这个警察 非必要不要上闪 附近有大型动物出没 在这个期间如果确实是碰到这个老虎了 迎面遇到老虎了 你不要转身就跑 而是正面面对他 面对他咱们可以照着慢慢往后走 你如果说你背对他 他往往他认为你有攻击行为 他会攻击你的 所以有能看到在山林当中 这野生动物真的是不少 最近吉林郊河市有一名男子 上山时就遇到了黑熊 这个事谁碰见估计都得吓一跳 而且危机到了生命 这名男子还好 他这个知识储备非常丰富 趴在了地上装死 结果躲过了黑熊的袭击 具体的情况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6月5日 郊河市前济乡一村民上山放牛时 遭遇黑熊袭击 头部 手臂等身上多处被咬伤 赶紧的赶紧的 见黑熊走远 男子起身忍着疼痛 骑上摩托车逃回村子 当地村支书表示 他们村子附近从来都没见过黑熊触摸 这是第一次有人遭到黑熊袭击 据了解 受伤男子主要是全国骨折 目前正在长春一家医院检查治疗 这看着真是挺危险的 如今生态环境好了 山里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出没 所以说如果再上山的时候 一定得保护好自己 同时也要注意对于一些不熟悉的山林 也不要太深入容易迷失 最近在河龙市新风林场 老里客户附近 有三个人结伴挖野菜 其中一名女子就走失在山林中了 同伴近期许久危规 最终选择了报警 河龙市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报警之后立即展开搜救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 女子已经失联近12个小时 听女子的同伴说 因近期雨水较多 山里雾气大 他们两人决定先行返回 但走失的女子想要再挖点 没想到三轮分开之后 女子就失联了 雨天林子里道路崎岖 能见度极低 情况极其复杂 消防救援人员 从女子的进山点开始推进搜索 期间不断放出搜救信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山涉水 最终在距离国道10公里处找到了失联女子 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将携带的衣服 食物 饮用水给予女子 大女子体力恢复一些后 消防救援人员搀扶起走出山林 所幸救援及时 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同样因挖野菜迷路的 还有下面这位老人 前几天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池南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声 她的丈夫前一天晚上 进山挖野菜一直没回来 于是请求民警帮助寻找自己的丈夫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接到报警后 池南边境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搜救 同时在老人入山位置 进行大范围的无人机 高空喊话进行寻找 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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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看无人机 听见了 跟着无人机走 经过近一个小时寻找 民警通过无人机遥控终端 听到林中隐约有老人发出声音回应 他们立即通过对讲机组织警力进行搜索 他们好 听听我们声音 我们声音发行走 老人被找到时 除了体力不知外并无大碍 随后民警开车将老人送回了家 你安全到家了 那我就回去了 谢谢啊 谢谢 注意身体 下次别乱走了 下次再有事报警 第一时间赶紧报 别隔天报 不好找 断午假期以来 吉里省大雨 小雨就没断过 刚刚直播之前还看见外面下了一阵瓢泊大雨 这个雨量特别大 而且看上去很急 我们记者余阳现在就在室外 让他来看一看现在的降雨情况怎么样了 余阳你好 你好 余阳 好的 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尾星路上的一个天桥处 那通过镜头大家确实能够看到 现在外面的雨也是非常大 是大雨 而且非常急 那刚刚记者来到此处的时候呢 也发现多处路段有这个积水的情况 而此时此刻呢 是属于晚高峰的时段啊 那我们通过这个快速路 大家可以看到往下行驶的车 现在行驶的速度还可以 但是往这个会展方向行驶的时候呢 有这个车辆行驶缓慢的这个情况 那在这里呢 也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大雨呢 预计是在两个小时后 可能会逐渐的减弱 那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持车距 而且要减速慢行 那除此之外呢 记者也从这个吉林省气象局 以及省教育厅处了解到 因为我们这两天是正值高考期间嘛 明天呢 也是高考的第二天 那早晨的气温呢 仍然比较低 那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能达到20度左右 大家要穿上短袖以及搭配着一些雨衣 或者是戴好雨具 那上午呢 是以多云兼晴为主 各备地方呢 是有小阵雨 那通过镜头大家也现在可以看到 从这个高架墙上下来之后 前往这个会展中心这个方向 现在车辆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这个拥堵的情况 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 还是要减速慢行 那最后呢 在我结束之前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建议所有的考生家长 明天高考第二天 一定要戴好雨具 配备好衣服 如果行车的过程中要减速慢行 注意安全 好的 祝生活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渔阳 晚高峰加上这一场大雨 势必会给交通带来一些的小麻烦 不过提醒各位司机 还是耐心等待一下 因为安全最重要 同时呢 也希望这一场雨啊 尽快地过去 给明天高考呢 营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 以及美好的一个状态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使用燃气罐收取200元押金 如今想退罐 却遭遇退费难 什么时候给退啊 换而 极当二月ICU治疗五十余天 转院时 全身多处伤痕及乳疮 家属质疑 医院处理不到 孩子倒在挺狼狈的 身上多处伤痕 头有损伤 然后身上有乳疮 然后脚已经造成血衰 胳膊也造成了 孩子眼睛脑子顶上 还有多处那个针口 网上组织快散黑财 三人被警方抓获 这案流水大约是二十余万元 然后非法玻璃是两万余元 魏长新县 男子非法捕猎野生袍子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 6月4号 动2809次列车 与泥石流 司机杨勇同志 在危急时刻 发现危险果断停车 撂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把闸 保障了车上旅客的安全 今天上午8点半 杨勇同志的追悼会 在遵义殿仪馆举行 6月5日 动2809殉职司机杨勇 在车队护送下 回到家乡贵州遵义 群众自发夹到送别 现场有人高喊 欢迎英雄回家 欢迎战友回家 这一幕令人悲痛 6月4日 时时三十分许 贵阳北至广州南的 动2809次旅客列车 行驶在贵广县荣江站 近站前的越寨隧道口时 撞上侵入线路的 泥石流 导致7号8号车发生脱陷 造成司机杨勇不幸殉职 一名列车员与7名旅客受伤 经车载数据分析 直程司机杨勇在列车行驶至 荣江站近站前的越寨隧道内时 发现泄露异常 在5秒钟内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 列车滑行900多米 高速铁路的防撞墙 和轨道结构的整体防务作用 避免了列车颠覆坠落 一张驾驶室的图片显示 制动手柄已经被杨勇推到了底 杨勇在那一刹那 执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制动 保障了车上旅客的安全 据央视网报道 一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列车司机表示 相信碰到这种情况 任何一名司机都不会采取制动后 往后边车厢跑 因为你不知道采取制动后 列车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名司机说 杨勇已经做到了 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 杨勇的牺牲 我既感到痛心 又感到骄傲 杨勇用5秒钟救下全车人的姓名 有的人却在8分钟里 错过一条人命 5月30号 河南女大学生 由于120延误救治不幸离世 6月3号晚 郑州市卫健委发布消息称 已成立专项调查组 正在对该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将予以公布 今天早上 新华社发布通报 对这起延误救治事件的 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当时急救中心的调度员张振颖 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予以开除处理 5月17号上午的10点27分 河南一名女大学生 在学校的宿舍突发身体不适 拨打120求救 不过在约8分钟的通话之后 120接线员表示 女生提供的地址不清 而没有派车 直到女生的宿友返回之后 再一次拨打120 女生才被送往医院 此时距离她第一次求救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此后 女生在医院接受手术 并入住ICU病房 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5月30号 女生不幸离世 今天 郑州通报了调查和处理结果 经调查 5月17日上午10点27分56秒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接到河南大学大三学生 彭某军抱着电话 调度员张真颖接听 随后47分钟内 张真颖回拨彭某军电话 11次无人接听 微信彭某军 未通过微信验证 12点15分52秒 调度班长戴文新 接到电话抱枕 称有室友喘气困难 位置在明里路河南大学龙子湖校区 12点18分05秒 救护车出诊 12点31分15秒 急救人员进入彭某军宿舍 进行现场急救 12点50分 彭某军被监护转运至 郑大一副院 郑东院区急诊科抢救室 后收住急诊ICU 5月30日20点42分 病情变化 抢救至21点20分 家属签署 放弃抢救同意书和离院告知书 处理结果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调度员张真颖 业务不熟练 对急诊患者病情研判有误 调度用语不规范 对急诊抱诊敏感性不够 处理能力不足 处理方法单一 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及予其开除处理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调度班长戴文新 对调度员管理指导不到位 对本班派诊中出现的疑难 和特殊事件处理沟通协调力度不够 对重大问题请示报告不及时 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及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影响期两年 政务撤职处分 端午假期 深圳的一位国企夫人罢评了 原因是车位被占 该事件一时间引发了热议 网友将此事的重点从维权 转移到了50台兵力 和这位女子的身份上 深圳市国资委官方微信账号通报 会高度重视并了解何时 今天结果来了 近日广东深圳一小区 地下停车场内 一女子称车位被占 与人发生争执 御用其兵力车堵住该车位 引发关注 随着事情的发酵 此事的重点从维权 转移到了50台兵力 和这位女子的身份上 6月5日晚甚至是国资委官方微信账号通报称 会高度重视 6月6日当事人宾利女车主发声回应 我肯定要发声的 发出声音来 还原事实真相吧 那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剪的那个片子 里面很多都不是我们原始的内容 我们是买房子的时候呢 就是车位使用权的赠予合同 跟车位一块跟房子一块买的 就房子有多少年限 它就多少年限 每个月就可以交 80到110块钱的这种管理费就可以了 我车位的这个合同啊 什么也都在 他们就是要把事情搞大 搞大以后就逼迫物业和地产 他们现在车位已经是一比二了 还要求 他地下停车场那个门 那一带都属于他们 他们把我们当天晚上装的那个地锁 全部用那个很大很大像房梁一样的铁器 现场打砸 针对此事 6月7日上午11点 深圳国资委发布停车位纠纷引发关注 相关方面回应处置进展 经核实 网传信息提及人员 为深圳市真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继委书记 兼任监事会主席张晓忠 于2017年离异后 未再进行婚姻登记 其与张某某于2021年9月惊人介绍 发展为情侣关系 宝能城市公管公寓和设施车辆 均是女方资产 张某某则表示 50台宾利车为纠纷过程中 情绪失控下的气化 觉得很羞愧 纠纷当事人庞某某也对此事表示歉意 并希望事情依法依规得到解决 6月4号 网传四川省内江市两名剧组人员落水失联 5号 记者从救援人员处获悉 失联人员已经找到 遗憾的是均无生命体征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目前有网友爆料称 6月4号凌晨 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 兰家驼村附近 驼江岸边拍戏的两名剧组人员落水失联 一直在搜救中 据附近村民介绍 事发4号凌晨4点左右 有个剧组在驼江边拍电视剧 当晚他准备去看戏 结果听见有人喊落水了 他跑到河边查看 看到有剧组工作人员正在岸边搜寻 但一直没有见到有人被救起 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 当天两名落水者终于被找到 并打捞上岸 遗憾的是两人均无生命体征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善后事宜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近一个星期以来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爆料宣称 中国军机对其战机进行所谓的危险拦截 澳方还故意混淆视听 隐瞒回避关键细节 澳加拿军机相遇进行炒作 中国国防部外交部予以回应 上周三 加拿大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中国军机多次和执行联合国 对朝鲜制裁决议的加军机相遇 但中方有关操作不专业不安全 加总理特鲁多外长乔利等军表示 中方此举动令人担忧 将向中方提出此事 对此国防部新发言人吴谦 于周一回应称 近期 加拿大军机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 加大对中方抵禁侦察并挑衅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危及双方一线人员安全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针对加方挑衅行为和不友好不专业的操作 中国军队迅速采取了 有理有力安全专业的处置措施 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加方正式事态的严重性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由加方承担 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议人赵立坚也对此作出回应 中方敦促加方正式事态的严重性 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由加方承担 就在加拿大炒作中加军机相遇事件后几天 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澳空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于5月26号在南海地区进行 例行海上侦察活动期间 一度遭到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 澳方声称 中方的拦截对澳方军机及机组人员造成威胁 澳政府已向中方表达担忧 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马勒斯的说法 当时解放军歼16战机距离澳方 P-8A飞机非常近 并释放了一些包含小铝片的薄条 P-8A侦察机的发动机吸入了部分碎片 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小铝片的说法主要来自于马勒斯本人叙述 并无其他证据 有分析指出 所谓薄条可能是指薄条干扰弹 这种干扰弹是一种用于对抗雷达的自卫干扰耗材 通常是金属丝 金属薄或者带有金属涂层的玻璃纤维 一般用于自卫式干扰 通常情况下 薄条干扰弹在敌方目标上空释放 随后薄条分裂散布成云状并低速降落 对敌方雷达信号产生散射 使其不能正常工作 也有分析认为 根据澳方释放出的有限消息 也不排除是澳P-8A上的红外干扰吊舱 利用其激光对中国战机进行照射 或者澳大利亚军机的其他系统 触发了中国战机的自卫系统 使得中国战机投放红外干扰弹和薄条 因为薄条和红外干扰弹 是根据事先设定的程序投放 二者通常是并用的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 长寺市民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 讲述了她的孩子从吉他二院ICU监护室 除了时身体多处伤痕 还有褥疮 看到孩子的伤痕让她感到很心疼 她想不明白一级的护理 孩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5岁 3月13号因肺炎 在长寺市吉他二院办理了住院 经过医生检查 孩子住进了儿科重症病房治疗 由于是重症病房 治疗过程中家属不允许进入 5月11号 孩子从吉他二院出院 办理转院手续 再次见到孩子时 眼前的景象让徐女士的心都碎了 孩子倒在挺狼狈的 身上多处伤痕 头有损伤 然后身上有褥疮 然后脚已经造成血衰 胳膊也造成了 孩子眼睛脑子顶上 还有多处那个针口 徐女士告诉我们 她想不明白 儿科重症病房 明明护理等级是一级 孩子怎么就一身伤了呢 我这孩子是脑瘫孩子 医护人员没给我护理上去 然后孩子不给我翻身 身上有多处伤害 你这一种很痛苦的时候 然后我很激动 最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 在ICU治疗的过程中 孩子被医院做了腰部穿刺 徐女士前后多次来到极大二院 想要一个说法 5月27号的时候 也将自己的情况 反映到了极大二院 投诉管理办公室 但至今医院没有给徐女士答复 今天上午 记者陪同徐女士 再次来到极大二院 十余分钟后 极大二院的工作人员 出示了一份投诉答复意见 极大二院表示 医院对孩子的治疗 符合诊疗规范 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 对于医院给出的答复 徐女士也表示 自己会通过法律途径 依法维护孩子的权益 对于此事进展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两年前 长春市民谭先生 通过个人定制了 灌状液化器 方便于开火做饭 但是由于前期的 定制流程 欠考虑 细节问题没有注意到 导致现在 想要退液化器官的环节 出现了困难 那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长春市民谭先生 所居住的小区 自从入住以来 一直没有开通燃气 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 他通过邻居介绍 联系到了一个可以提供 送液化器官的服务者 对方表示 使用他们公司的液化器 得需要提前交付押金的 器官的押金是200 后续过来 他又说的是 对于安全性的升级 又收了100块钱的现金 一共是收了300元 他说肯定能给退 谭先生说 达成教育之初 对方只给了他一纸收据 当中显示 没机关一个200元 该票据既没有公章 也没有显明其收款单位 后续交付的100元现金 更是没有任何记载和转账记录 他和记者说 由于当时认为 涉及到的金额不大 并没有把交易后的锁票环节 当成一件重要的事 可当他不想再用送信服 并提出想退这笔费用的时候 没想到的情况 发生了 在打电话他就说 我们这块没人了 然后那个邻居的话 也看出了 就是说他这块 他也还在送这个气 然后就是以各种理由 就不来 不来给退这个钱 我就觉得这个 本着诚信的原则 他得给我退了 当时承诺的东西 他得兑现呢 这个事 最后谭先生 给这位送液化器官的服务者 拨打了电话 谭先生表示 之前已与对方沟通多次 对方的态度 总是让他感觉不具诚意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 该人员的电话 接通后 对方仍拒绝提供 送信服务的公司名称及地址 只表明会尽快处理此事 采访结束后 我们接到了谭先生的电话 他表示经记者协调后 送信服务者的确兑现了承诺 他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收到了两笔退款 总计300元 虽说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他也认识到了这次消费 自己也存在疏忽大意的地方 对此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做出了消费提示 这个液化器罐 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特种设备 不仅是使用商品的安全 还人身的一个安全 液化器提供商 每年都有责任 来帮你进行 这个液化器罐的一个检测 保证我们消费者使用安全 一定要注意 在选用的时候 不要怕麻烦 找到这个相应的 有资质的供序商 签署用器协议 然后租赁冠体 同时呢 取得这个正规的一个发票 这是很重要的 相应的权益 也会得到一个 比较完备的保障 随着隐私保护意识的提升 大家对于电话 地址 身份证信息 这种看得见的隐私 已经格外在意了 那对于聊天照片 原图这类看不见的隐私 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起眼的一张照片 是如何泄露私人地址的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又该如何避免 类似的情况发生 近日 一张照片能暴露多少隐私的话题 冲上热搜 引发关注和热议 不少网友询问 微信聊天时 发送原图会泄露隐私 是真是假 其实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 2017年 吉林长春一居民刘某 在家遭到抢劫 警方侦破后发现 劫匪是其丈夫的微信好友 正是因为微信原图 泄露了家庭位置信息 才让劫匪发现 刘某一人在家 于是萌生了 入室抢劫的想法 那生活中 您有在群聊中 发过原图吗 会啊 原图更清晰吗 会选择原图 因为原图比较清楚 有特殊要求的是 还是会选择原图 像工作上的话 我们直接就截图 截图直接就过去了 很少会去动 那你要说个人生活的 可能会批一下 然后再往上玩 并不会觉得 什么隐私泄露 位置信息地址 那种 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手机相机记录 每张照片中 都会有详细的数据信息 当你发送原图后 照片中的数据信息 也会毫无保留地传出 任何人都能读取 其中的机型型号 镜头参数 拍摄时间 以及地理位置信息 比如说您在自家的窗前 拍摄了一张风景照 并发送原图到群内 这就相当于 给群里所有的陌生人 发送了您家的GPS 位置数据 那甚至可以通过你的拍摄角度 以及拍摄时间 分析出你家所在的楼层 以及门牌号 那同理 如果您是通过邮件 或者是短信的形式 发送原图 也会暴露同样的信息 那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呢 首先要建立陌生人群聊中 隐私防范意识 尽量不发时拍照片 发送时也尽量不去勾选原图 其次 针对这一现象 也有部分手机厂家 关注到隐私泄露的风险 在操作系统层面 就提供隐私安全抹除的功能 同时 用户也可以在拍照设置里 关闭地理位置的功能 还可以先修改图片再发送 在这个智能时代 厂商们也在替我们 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守护隐私 我们要学会合理运用智能手机的功能 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再来关注几起案件 近日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重庆路派出所 经过精准研判 成功捣毁一个网络赌博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 经查 这三个人利用境外的网站 以快三形式组织人员 进行网络赌博 涉案资金达20余万元 近日 长春市重庆路派出所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一条 在微信上通过玩快三形式 进行网络赌博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是利用境外 这种快三作为开奖结果 自己设定游戏规则 例如大小 单双 他每十分钟开一期一奖 回报的比率都不同 大家都在群里面下注 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 将赌资转给开车赌场的人 按照警方掌握的线索 开设赌局的人 利用高回报为学头 吸引大批赌客 将赌字转入到其私有账号 并承诺 一旦中奖 会给出比正规网站更高的回报 经过工作研判 民警掌握了该团伙的 基本构架和获利方式 民警初步掌握操盘手机赌客的位置后 成功将该团伙成员抓获 然后屋里边两人当时正在操作手机和电脑 总共他手机能有五个群 因为这五个群 其中就包括一个是他们自己主线的群 还有一些是他们上线的一些大群 包括发图和投注的这些群 经过我们前期侦查和他自己公诉 他们组织了大约是从年初开始 到被我们端掉这个团伙 这案流水大约是二十余万元 然后非法获利是两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余某徐某刑某 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最近农安县一居民非法盗罚林木 被公安机关抓了现行 那他砍树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近日家住农安县青山口乡的居民张某 向农安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报警称 自己位于唐家村个人所有的林木 被人盗罚了损失严重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现场有被盗罚遗留后的罚根 经走访调查 在唐家村王行李家后面 采草座内发现疑似被盗罚的林木 经过与现场遗留的罚根进行比对 认定一致 经调查审讯 王行李供说 以非法债为目的 将张世英个人所有的林木盗罚11颗 立木许基2.6443立方米 所盗罚的林木 用于烧彩自用的犯罪事实 公然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45条规定 王某某或将面临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几年来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像野猪 袍子 这样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 可有些人却冻起了歪脑筋 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前几天 辅宗县公安局仙人桥派出所 接到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仙人桥镇 复民村南山林地内非法捕猎 通过报警人的描述 我们初步怀疑 有人在林区里 加设电网猎捕野生动物 我们立即将此情况 上网给了森林警察大队 一统前往县城进行勘察 经过巡查 民警在现场发现了用来猎捕野生动物的电瓶 逆变器 铁丝线等猎捕工具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蹲守 民警成功将赶来巡猎的嫌疑人杜某抓获 并在其家中冰柜内 搜查出了已经分解的疑似野生袍子肉 目前杜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与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国内各地新闻 高速路之所以称之为高速 是因为它对车辆行驶速度的下限也有规定 近日一辆贵恩牌照的小轿车 与一辆云H号牌的小客车 在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发生追尾 造成两人受伤 而事故就与这两车的输出有关系 接警后 广西高速交警十四大队巡逻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并疏导交通 同时通知120急救中心赶到现场救治商员 从监控画面可以看 云H牌小车从服务区驶出后 未加速至60公里每小时 就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 导致后方驶来的贵N牌小车刹车不及发生碰撞 当时什么情况 怎么转呢 我们是往东广过来的 然后车油一定不够 我们回元南回老江 我们都是一起出来 然后进去加油 出来 出来的时候不是速度提不起来吗 一开始才是 然后我就病出来 闲死的 闲死大概100米左右 拿到这个位置 然后人一下就梦了 事故发生后 贵N车司机因胸腹伤势较重被送往医院手术 另一位伤者需住院观察治疗 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 在高速路上行驶 一定要严格遵守车速控制和变道规则 否则有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44条第2款规定 在道路同方向 坏有两条以上这个机动车道的 变更车道的机动车 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主刀上的车辆有优先通行权 被追尾车辆的这个驾驶员 就是违反了这个优先通行的原则 所以他应当承担这个事故责任 6月2号下午 在一辆由重庆开往铜南的中巴客车上 乘客发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驾驶员的神情也有一些疲倦 这个把大家吓坏了 通过乘客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当时客车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车速也不慢 可这名驾驶员竟然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玩手机 眼睛还不断地看向手机屏幕 而乘客还发现 驾驶员开车的时候 时不时会揉眼睛打哈欠 显得有些疲倦 乘客介绍呢 视频的情况发生在6月2号下午4点多钟 当时车上坐了6名乘客 要是出了事 这可怎么办呢 较真的乘客下车以后 将视频送到了驾驶员所在的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有项公司 同南分公司 我们的记者呢 也联系上了该公司了解情况 工作人介绍 接到乘客举报以后 他们调取了车上监控 证实驾驶员确实有玩手机的违规行为 工作人介绍 客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公司后台监控人员 没有尽到监控提醒的责任 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同南分公司监控部负责人黄先生表示 对于乘客反映驾驶员疲劳驾驶的情况 根据乘客提供的监控视频 眼下还不能完全判定 公司相关部门正在调看 GPS轨迹做进一步的调查 时隔两个半小时 长沙开福交警在开福大道 同一处酒驾整治点 近先后查获同一名驾驶员 涉酒驾驶 近日交警通报了这级酒驾违法案件 今天凌晨一点驾驶员王某一边驾车 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酒驾罚单 提醒交警刚刚自己已经在这里被查过了 6月3号晚上的10点26分 王某就在这个整治点查获酒驾 交警对王某的酒驾行为现场开除了罚单 并且暂扣其驾驶证 可是没有想到两个多小时后 王某居然再次驾车上路 不愿意配合我们进行第二次的酒精呼吸测试 所以我们将他带到了医院进行血检 我们是因为他在驾驶证暂扣期间 仍然驾驶机动车 将他的机动车进行了扣留 同时我们也是等待血检的结果 做进一步处理 最近陕西西安贝林区连续发生了两起 针对醉酒男子的爬切案件 经过贝林警方缜密侦查 最终成功招获三名犯队嫌疑人 追回部分被盗物品 近日西安公安贝林分局 红鹰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自己丢失了一部手机和一部笔记本电脑 怀疑是前一天晚上 自己醉酒在路边的时候丢的 直接报警后 我们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对案发现场周边的视频进行了调取 通过视频研判 发现当天晚上有两名男子 骑电动车在这个受害人附近排回 视频中显示 受害人醉酒坐在路边休息时 坐在电动车后排的男子下车 走到受害人身旁 拿起手机后就逃离现场 就在民警以为二人已经离开现场时 突然发现骑电动车的男子 又几次返回现场 就这样 经过几次观察试探之后 电动车后排的男子再次来到案发地 对受害人二次下手 盗取成功后两人逃离现场 由于两人伪装的比较严实 一人戴了头盔 另外一人戴了帽子和护照 所以我们只有对二人的行踪 进行了视频跟踪 在我们跟踪到黄金南路附近的时候 发现该二人又对路边的另一名 最有男子再次实施的道歉 民警发现二人在偷盗成功后 连夜与销赃人员接头 并对赃物实施售卖 之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判分析 发现其中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 大概过焦点 后我们安排警力 对该男子的小区进行了布控 在对手五到三四个小时之后 该嫌疑人在取电动车的过程当中 被我们现场抓获 经过突击审讯 民警了解到销赃人员的动向 最终在家中将其成功抓获 最近在哈尔滨市道外区 北十六道街附近的学生家长反映 他们楼下喇叭声此起彼伏 混在一起就像吵架一样 听着让人心烦 6月5号 哈尔滨不少地方都下起了雨 气温也有点低 道上行人并不多 可是这并不影响一些商家 放喇叭 揽客的热情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 静宇街和北十六道街的交口处 一家药店门外的高音喇叭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家药店的位置 是在一栋居民楼的楼下 这么大的声音 势必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影响 距离这里不远的 还有一家水果店和一家奶茶店 这两家店铺外边都设置了高音喇叭 由于两个喇叭放置的距离比较近 如果同时播放的话 这种两餐的声音听着就会很嘈杂 记者在现场听到这种吵架式的广告 不仅没有听出喇叭中所要传达的信息 甚至是让人有些心烦 为了制止住这种嘈杂的场面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 辖区的城管执法部门 执法人员表示 即便不是高考期间 这种高音喇叭也是禁止在街边使用的 执法人员依照规定 收走了门口的高音喇叭 第1报道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 6月3日后半夜开始 我省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 中北部地区出现大道暴雨 这也是我省入训以来首场强降雨过程 吉林省各级水利部门积极应对本轮降雨 对发生强降雨的吉林通化等地区相关视线 迅速进行了调度 现在情况怎么样 一起来看看 截至7号8时 全省平均降水量49.9毫米 其中平均最大降水量在辽原为58毫米 其中大跃进高层次等7座中型水库 超迅线0.01至0.25米 17座小型水库超迅线0.01至0.68米 均在有序限流 目前我省主要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 这种暴雨天气面上有可能不大 但局部的点降雨量就非常大 这样就容易发生三红灾害 我们也会同省气象里联合发布三合预警 现在累计发生也有六期 保障的一发三红的地方 能够进行有效的处置 及时的转移避险 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 为了缓解长春市无房职工租房压力 近日长春市住房工基金管理中心 提高了无房职工租住商品房工基金提取额度 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了解 记者从长春市住房工基金管理中心了解到 从2022年6月6号起 无房职工租住商品房且缴存地为长春市的 职工家庭每年提取限额由1.5万元提高至1.8万元 租住商品房且缴存地 在余树 农安 德惠 九台 双阳 公主岭 以及铁路沿线分离处等 家庭每年提取总额由原来的1.2万元提高到1万3200元 此次提高无房职工 租住商品房工基金提取额度 主要是为了减少疫情给广大脚存职工带来的影响 更好地满足职工租房需求 进一步缓解职工支付房租的压力 同时 对受疫情影响 缴存住房公基金却有困难的企业等用人单位 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或全体职工大会 审议通过后形成决议 可申请缓缴住房公基金或降低住房公基金 缴存比例最低至5% 缴缴期间 缴存时间连续计算 期限不超过2022年12月31号 因受疫情原因造成在长春市住房公基金管理中心 申请的贷款不能按期偿还的 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以报送的予以调整 期限不超过2022年12月31号 随着毕业季临近 2022届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 今天吉林省人社厅 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 长春市人才服务中心携手致联招聘 组织开展了我在家乡挺好的直播带岗活动 那么今年吉林省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 有哪些政策和岗位呢 今年长春市人社局将启动大学生流长工程 计划在2028年实现100万名大学生来长流长创业就业 针对大学生所关注的就业补贴以及住房保障等问题 长春人社部门也出台了相应政策 为针对不同学历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些生活补助 我们还为刚在长春就业的或者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人才公寓项目 在购房过程中享受一些补贴 而且公积金的使用 这些政策我们都已经给大学生考虑得到 在我们下面推出的政策中都会涉及 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毕业生就业保障措施 包括国有企业吸纳 机关事业单位招录 引导基层就业 就业建席 考研升学 扶持创业和应征入伍等 努力为毕业生来及就业 提供优渥的补贴和舒适的生活 针对青年群体提升就业创业技能 我们今年实施了半岗就业建席计划 准备在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和一些重点的支柱型企业 开发不少于一万个建席岗位 为广大高校毕业生和青年人才 提供就业建席 提升就业技能 积累就业经验 现在长春市多格运动场馆 陆续恢复运营 也为建设人群提供了专业的场地环境 和科学的锻炼指导 今天起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正式恢复运营 咱们来看看 上午9点 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正式开馆迎客 场馆中慢慢找回了久违的人气 据了解 目前场馆严格实行 限流管理和一刻一消杀制度 球内场馆需提前在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公众号上预约 为预约无法入场 9点开业 接待勇客是90多人 同一期间段 我们勇客最大容载量在250人左右 疫情期间进行了升级改造 水质重新更换 领域设备都重新改造 领域实行不限时使用 因为疫情我们闭馆了三个月 疫情后我们对各种票种 验期了四个月 多验了一个月 目前乒乓球 台球 每片场地限两人游玩 羽毛球场地限四人 篮球场半场限六人 行体健身馆 舞蹈室限二十人 瑜伽室限十五人 同时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办理的储值卡 在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可通用 到了六月 既是高考季 也是就业季 招聘季 为了把相破解 就业难 招工难 隐才难问题 吉林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 一直有你 广播类就业服务栏目 6月7号上午8点 吉林广播电视台策划的就业服务类节目 一直有你 在吉林乡村广播FM976正式开播 一直有你 代表我们心里一直都有你 目前一直有你广播栏目 共分为两个版本 乡村版于每早8点到8点半 在乡村广播播出 高校版于每个下午1点到2点 在教育广播播出 同时节目也会充分利用96885 吉人在线服务平台 将招聘岗位信息及时公开发布 为企业招贤纳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让吉林省的企业能够高效地找到 合适的人才 让吉林省的人才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岗位 共同为吉林省的全民振兴 做出贡献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报道 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提醒各位考生的家长 这个时候不适合大幅度地改变 平时的饮食习惯 尤其生冷的东西 暂时先别吃了 而且刚刚我们节目里也提到了 外边下了一阵大雨 如果明天还有降雨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 而且我们的交警部门 也在各个考点附近设置了岗上 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求助的 可以去找我们交警朋友 同时说到了明天可能还是会下雨 如果就但凡是不下雨 可能因为今天这场降雨会降温 可能除了我们高考考生之外 平时作为上班族出门的时候 明天还是要做好一个提前量 并且出门也需要多增添一些衣物 因为往往虽然是夏天 但是很容易感冒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